约伯记 第二十八章 银子有矿 炼金有厂 铁从土里开采 铜从矿石融出 人探索黑暗的尽头 查究矿石直到极处 那是幽暗和死印 它在无人居住之处开凿矿穴 在无足迹之地被遗忘 与人远离 悬空摇摆 地出产粮食 地底翻腾如火 地的石头是蓝宝石之处 那里还有金沙 鸟不知那条路 鹰眼也未曾见过 狂傲的野兽未曾踩踏 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 人动手凿开尖石 翻倒山的根基 在磐石中凿出水道 亲眼看见各样宝物 它封闭河川 不得涓堤 使隐藏之物显露出来 然而智慧何处可寻 聪明之地在哪里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 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 深渊说不在我里面 沧海说不在我这里 智慧不可用黄金换取 也不能用白银 称它的价值 俄斐的金子 和贵重的红玛瑙 以及蓝宝石 不足与它比拟 黄金和玻璃 不足与它比较 纯金的器皿 不足兑换它 珊瑚水晶 都不值得提 智慧的价值 胜过宝石 古石的红壁玺 不足与它比较 纯金也不足与它比拟 智慧从何处来呢 聪明之地在哪里 它隐藏 远离众生的眼目 它掩蔽 远离空中的飞鸟 毁灭和死亡说 我们风闻其名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知道智慧的所在 因为它见察直到地极 便观普天之下 要为风定轻重 又度凉诸水 为雨定律力 为雷电定道路 那时 他看见智慧 就谈论它 坚定它 并且查究它 他对人说 看哪 敬畏主 就是智慧 远离恶事 就是聪明 MING PAO TORONER